《环球时报》记者赵杰成,美国政府24小时内,连续对国土安全部高层做出人事调整,继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离职后,白宫当地时间8日宣布,位属于国土安全部的美国特勤局局长伦道夫·阿勒斯,也将于近期离任。 美国《纽约时报》称,特朗普总统正在加快对国家移民与安全领导层的清洗工作。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阿勒斯将于近期离任。 特勤局资深官员詹姆斯·莫里,已被特朗普指定于5月初接替他。 下年65岁的阿勒斯,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35年,后进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任职。 2017年4月,担任特勤局局长。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声明中称,阿勒斯在过去两年中工作出色。 总统感谢他40多年来为国家服务,但并未提及其离职原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是特朗普亲自下令解雇阿勒斯的。 不过阿勒斯8日向特勤局同事否认自己被吵。 锦称总统已经指示,该机构国土安全部的领导层,进行有序过渡。 我打算遵循这一指示,美联社认为,美国政府近来接连调整移民与安全部门负责人。 说明特朗普及其白宫盟友,迫切希望,改善移民状况为大选造势。 美联社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政府对人员调整的范围还将扩大。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希斯纳,和国土安全部总法律顾问米特尼克,也将被赶走。 纽约时报也称,至少有两到四个与米尔菲有关的高级人物,将很快离职。 该报分析认为,国土安全部的人员调整表明,特朗普仍在寻找一支,能够与其移民强硬态度相符的团队。 国土安全部的大改组,引发美国舆论的广泛关注。 在这个超过24万人的庞大部门,高层领导者越来越少,没有正式的部长、副部长,没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也没有正式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 对国土安全部领导层的清洗前所未有,这是对我国安全的威胁,美联社援引加州民主党人费恩斯坦的话批评称,特朗普正试图将国土安全部,改造成他自己的个人反移民机构。 共和党人,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罗恩·约翰逊也表示,我担心国土安全部内部的领导空白越来越大,而该部门的任务,是解决国家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 At Sevilla Debt Post,7,500,000 on the 31,环球网军事2月28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月27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少伊古大将27日在部务会议上宣布,北约军事实力的增长,破坏了世界现行安全体系。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回应措施。 绍伊古指出,北约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强度,增长了一倍以上。 寻求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这些演习,这些行动都破坏了世界现行的安全体系。 他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被迫做出对等反应,强化战略遏制措施, 落实提高兵团和部队战斗力的计划。 二者兼容并蓄。 少伊古透露,俄罗斯西部的兵力将加强四个团和一个营。 他说,波罗比海舰队将在年底前,组建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暗防导弹营。 西部军区编制内,将增配一个防空导弹机动预备团。 第二十级团军,将增配两个团。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000 on the 31,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特朗普最近的意志命令,意味着美国将成立太空军。 将军事航天行动的职能,从空军部队中分离出来,并重新整合。 那么,其他航天大国的太空军事力量,是独立运行,还是融合在其他军种中呢? 实际上,这与国情、军情紧密相关。 从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政策也不尽相同。 俄罗斯军事航天活动,目前由空天军下辖的天军负责。 而在空军和天军合并之前,俄军事航天活动,实际上均由相对独立的空天防御兵完成。 目前,俄罗斯天军的任务是监视太空目标, 识别太空中对俄罗斯构成的潜在威胁,航天发射,将航天系送入轨道, 控制卫星系统,维持军用和综合卫星系统以及反导作战。 在俄罗斯国防部主页上,反导和空天防御部队,最初的介绍页面链接与天军的相同, 都著名是空天防御兵。 说明这两支部队,由空天防御兵演化而来。 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空军本世纪初,以来就提出了空天一体概念, 旨在融合航天支援力量。 但实际上,目前,中国空军并不负责航天发射、卫星测控等航天任务。 而据外媒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负责解放军的部分军事航天活动。 但战略支援部队,还负责其他方面的任务。 所以不是一支独立的航天部队。 此外,解放军另一部门也负责一些航天活动。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中国的军事航天力量,是分离于空军存在的。 但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种。 日本作为一个航天强国,也在酝酿成立太空部队。 据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道,日本防卫省决定在航空自卫队中,专门设立太空部队,并部署监视太空的地面雷达。 已监视太空垃圾,制衡反卫星武器。 预计太空部队将于2023年开始执行任务。 而朝日新闻,2018年11月20日,再次刊文称。 日本防卫省已确定了新设太空部队的方针。 据称,陆海空各自卫队将实现统筹调配。 预计新部队将在2022年度组建完成。 这支部队的具体隶属关系尚不清楚,但很可能属于航空自卫队。 李强,at Sevilla Dadpost,7500under31,据美国之音网站,16日报道。 继特朗普签发扩大人工智能AI领域投资的总统令后,五角大楼也发布了美国军方的AI战略报告。 希望扩大AI在战争中的应用。 报道称,五角大楼发布有史以来,第一个AI战略报告,其中强调中俄等国,正在投资制造用于军事目的AI,呼吁美国应该迅速采取行动。 美国军方将和院校、工业部门一起加大投资,确保美国在研究、开发和部署AI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据称,五角大楼这份AI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军将成立联合AI中心,为扩大该技术推广,建立共同基础,并同步发展五角大楼的人工智能项目,创建一个吸引和培养世界级AI团队的小组。 报道提到,目前,美军已启动实施一批军用AI技术使用试点方案,包括用AI处理消防灭火等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等。 这份新报告敦促军方,提供人工智能培训,推广机器学习技术,借助AI解决从辅助决策到探测飞机或军舰等问题。 然而美国连线杂志网站认为,美军发展AI,面临多方面挑战,首先来自于使用军事智能化技术,与规避机器杀人的两难选择。 美国曾于2017年成立算法跨界团队,试图通过Maven项目发展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系统,能自动识别静止图像和动态视频中的目标。 谷歌公司最初加入该项目,帮助军方培训AI的智能识别能力。 但该项目底军用意图曝光后,4000名谷歌员工联名上书,迫使谷歌退出军用AI项目。 2018年,亚马逊公司获得五角大楼的技术合同,发展均用面部识别技术,也引发部分员工的强烈愤怒。 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军将采取授权AI,而不是用AI取代军人的方式。 报告特别强调,美军并不打算在近期部署一支杀手机器人部队,暂时还不用担心电影《终结者》中的机器杀人问题。 连线杂志认为,美军发展AI技术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人才竞争,使用数据和算法作为武器。 五角大楼的行动,远远滞后于商业领域。